首先我特别想问问我们主创 我觉得努力餐 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有意思 所有的人在没有看到这部舞剧 只听这个名字的时候 大家急尽了自己的想象 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剧 它要表达的是什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我们一直在想 以什么样的一个红色题材的作品 为党的生日献礼 后来我们就考虑到努力餐 以及他的创始人 车耀仙先生 他们在成都年长一点的 老百姓心中 大家都知晓度非常高的 车耀仙先生当年 是中共地下党川康特委的委员 他受党组织的委托 创办了努力餐 并以努力餐这个餐楼 为掩护积极地开展地下工作 引导了青年的进步学生 走向了革命道路 并送往了延安 同时创办了大神周刊 在大神周刊上边 积极地宣传抗日救亡 他这独特的这种身份 以及在努力餐这个餐楼 发生了一系列故事 为我们的这个艺术创作 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些创作空间 那么我们也想把 以车耀仙先生为代表的 革命先列 他们抛头颅撒热血 他们革命的乐观的这种精神 在当代的年轻人中间 得到更好的一个宣传和弘扬 所以我们就选定了这个题材 和这个名字 我相信你们对舞剧 取这样一个名字 也有你们自己的 创作理念和想法 其实一开始 关于剧名 我们也有想过 努力参这三个字 会不会太具象了 我们也考虑 是否可以用红色老板 或者车老板这样的剧名 但是随着我们的创牌 不断地升入 我们就越发地觉得 努力参这三个字 是不可以替代的 它不仅是将四川 白色恐怖时期的 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还有我们四川的 这些共产党人的 坚定的信仰 都浓缩在这个餐楼里面 都浓缩在 为了让劳苦大众吃饱肚子 都浓缩在努力二字里面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三个字是不可以替代的 前堂您当时的感受呢 我们中国共产党 兼党一百周年了 从一开始的一穷二白 解决四万万人的幸福生活 解放四万万人 到现在十四亿人的吃饭问题 而且能够让十四亿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世界上是没有一个政党 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这就是 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来 为我们国家 为所有的民族 为我们的人民做到的 而且听说在努力餐的 这个餐楼上 依然有当时 车要先先生留下的 那两句名言 对 在努力餐的餐楼的 楼梯的墙上 有一幅对联 是解决百姓吃饭问题 努力努力 论实行民生主义 数计数计 其实这段话 我们看到之后心里非常的感动 我们也把这段话 换了一个方式 贴到我们的排练场 希望这段话 能够激励我们所有的主创 激励我们所有的演员 我愿 Veterans 我愿 small 我愿不好了 We have brought schools